台湾客家联盟协会一行人 10号上午是来到了花莲市公所 进行客家业务的参访 受到花莲市长威家贤 以及公所同仁们的热烈欢迎 并在市公所后方的花莲市 浩克文化会馆参访驻足 市长威家贤是表示 感谢客委会对公所各项的软硬体的支持 以及协助 让在地的客家文化能够活络 更让各世代得到串联融入生活 台湾客家联盟协会 在市民代表胡仁顺的引荐下 10号一早 一行50人在理事长陈明珍的带领下 来到花莲市公所进行客家业务参访 了解在地客家资源 受到花莲市长威家贤及公所同仁们的热烈欢迎 双方除了互相赠送 具有在地特色的伴手里外 同时公所也透过影片介绍 花莲市所办理的各项客家活动 那我们最近 我们从过去在客家事务所 我们这里的人其实不多 从两个三个 我们现在增加到五位 那未来会持续的把工作人员增加 因为我们应付要 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工作量需求 那我们也在地方的话 我们会继续的把该做的工作把它做好 花莲市都是我们西部客家人第二度移民的地方 那你就请都亲戚到伴着的花莲 我也都亲戚搬到花莲来 花莲都有一点都不陌生 我们非常喜欢花莲 花莲市特别是花莲市 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常住花莲特别是花莲市 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公所也邀请到客与新船师游淑梅 向台湾客家联盟协会 简报花莲市的客家资源 而市民代表胡仁顺及谢豪杰 也都一同来到现场给予指导 最后一行人在市长魏佳贤的带领下 前往市公所后方的浩克文化会馆参访驻足 希望能透过多元的面向 让花莲的客家文化更能发光发热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 叶仁基老师的叶